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亲爱的同事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非常的开心这个月再次能够通过口译练习小组的机会 跟大家在云端相见 并且呢以这个预先录制好的演讲的方式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主题 这个主题呢就是以东亚文化为代表的所谓东方人 和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方人 在认知这个世界思考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心理层面的区别 我们从小呢当去在脑子里面构想这个世界的时候 都会出现一幅世界地图 这个是我从小到大认为世界的样子 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地图的话 你会发现这和西方大多数国家在课本里 或者是在学校教的世界版图呢 有一个小小的区别 就是他把太平洋放在了地球的中间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 东亚还有澳大利亚这一块在地球的正中间 这个是大多数的欧美国家的孩子 从小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当中展示的世界地图 还是那个世界地图 但是呢这回大西洋在中间 首先映入点眼帘的是欧洲大陆和非洲大陆 这个小小的区别 其实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侧面 体现了东方人眼里的世界和西方人眼里的世界 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今天的这个小小的分享呢 我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啊 给大家出三道题 不管你是在听口译还是在练口译 请都跟着我一起来琢磨这三道题的答案是什么 然后第二部分呢 我来揭晓这三道题背后的玄机 从而呢对于东西方文化到底是什么 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请听第一题 画面上有两个物体 左边是一只大公鸡 我们把它叫做A 右边是一堆草 我们把它叫做B 屏幕的下方有一个目标物体 是一头奶牛 那么请问奶牛应该和大公鸡放在一起 还是和草放在一起 请大家思考一下 给出答案 我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 看到这个题之后的第一反应呢 是这没有正确答案 因为牛和鸡放在一起 有它的道理 牛和草放在一起 也有它的道理 但是如果我一定要你选一个呢 不用担心答案的正确还是错误 就看哪个更符合直觉 你会怎么选 你的心里有答案了吗 如果有了的话 请先把它记住 接下来请听第二题 这回要考考你的眼力了 左边有四朵花 其它们各不相同 构成了第一组 右边也十四朵 各不相同的花 构成了第二组 请问屏幕下方的这朵花 应该隶属于第一组 还是第二组 你有自己的答案了吗 如果有的话 请把它记住 好 我们接下来看第三题 这回不是做选择题 而是看图说话 请描述一下 在这幅图上你看到了什么 如果让你用简单的一两句话 来描述看到了什么的话 你会怎么说呢 请记住自己的答案 好 我们的三道题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来一起带着大家 揭晓一下这三道题背后 它的玄机是什么 以及心理学家通过实际的实验 发现了什么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区别 说到东西方文化呢 我们首先要从他们各自的渊源来讲起 我不是研究历史的 更不是研究人类心理学的这个历史的 但是呢 我在一本书里面 读到了这样的一个论述 简单的说 东方文化来自于儒家思想 或者说古代的中国 最崇尚的就是天人合一 这种和谐的关系 而西方文化的渊源呢 要追溯到古代的希腊 最强调的一个概念 就是英文当中所谓的agency 这个词不太好翻译 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人要有自己的独立性 独立思考 每个人是一个自由的意志 自由的个体 它影响了后来成为了欧洲的文化 从而呢 对整个这个世界有非常大的塑造作用 包括我现在生活在北美洲的加拿大 那我周遭的环境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在西方的思维体系下产物 那么 在这两种世界观当中呢 对于刚才这三道题的看法 有比较大的差别 心理学家通过时政的研究发现 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儒家文化影响 的个人 在选这道题的时候 选B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他们认为牛吃草 是天然的一种两个事物之间 存在的关系 而西方人 有百分之六七十都会选A 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 给这个世间万物进行分门别类 比如说牛和鸡都属于动物 这是他们认知世界的第一出发点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两种看法呢 各有各的道理 没有哪个对哪个错之分 但是如果说 统计上有差别 那么说明背后肯定还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就是东方人觉得给世间万物分类 虽然也能够接受这种逻辑 但是呢 这种逻辑不如看世间万物之间彼此的关联 更感性一些 或者说更直观一些 第二题呢 对不起 我刚才说跳了 我们再把这个题推演一下 其实你自己还可以给自己发明新的题 然后呢 到身边去给朋友们测 比如说如果我现在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 说有三个东西 对吧 一个熊猫 一个猴子 还有一个香蕉 哪两个之间的关系是最紧密的 那么按照我们刚才这套理论呢 西方人一般会说 熊猫和猴子关系更紧密 因为他们是从类别的属性上看待这个题的 而东方人呢 会觉得香蕉和猴子关系更紧密 因为他们是从关系属性上来看待这个世界的 这些实验都是可以复制的 我呢 自己也曾经做过很多次非科学的研究 就是用我身边的朋友们作为样本 后来发现和书里面写的心理学家的发现 是高度的契合的 西方人大多数是把动物和动物归在一起 虽然西方人当中也有少少数派认为猴子吃香蕉 东方人当中也有少数派认为猴子和熊猫都是动物 但是主体上来讲都是三分之二对三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渊源是什么 西方人认知世界呢 喜欢把世界分成很多的名词 这些名词之间出现了类别的属性 从而呢就会有一种强大的规则意识 东方人认知世界的时候是从一大堆动词开始的 有研究说观察日本的家庭 他们带孩子 妈妈带着刚刚一压学语的两岁左右的小孩玩的时候呢 会说大量的动词 而西方的同龄的家长和孩子呢 他会说大量的名词 这个我不知道是语言上的差别 还是文化上的差别 但是这个动词和名词之间的区别还是蛮明显的 由于东方文化是基于动作 或者说基于关系 因此呢就会更多的关注世间万物之间 他们的共性 那么这个就其实给我们第二题的背后的发现 做出了一个谱垫 刚才这个第二题呢 你去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左边的四朵花 他们彼此之间都不一样 但是似乎呢 好像从样貌上来看 目标物体和左边更接近一些 为什么呢 我们不妨把它分成四个属性来看 首先花瓣是圆的还是三角的呢 第一组里面有三朵花是圆的 一朵花是三角的 再看中间的这个圆是一层还是两层呢 左边这个物体当中四朵里面有三朵都是一层 也就是和这个目标物体是一样的 只有一朵是例外是两层 再看这个树叶 这个树叶呢是有还是没有呢 目标物体是有的 第一组里面有三组三个都有 一个没有 也就是说第一组物体在大多数的特征上 都和目标物体更接近 因此东方人或者说亚洲人 更有可能选第一组 西方人为什么不选第一组啊 西方人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会选第二组 因为西方人拿到了这九朵花之后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我看有没有什么规则 可以指导我做这道题 他能找到规则吗 确实能能找到一个单一且固定有效的准则 就是他这个杆是直的还是弯的 左边四朵花无一例外都是弯的 右边四朵花无一例外都是直的 在西方人的眼里 目标物体的杆是直的 这就足够的把让他们把它装进一个规则的框里面了 这样的话目标物体自然而然应该属于第二组 西方人认为东方人不重视规则 东方人认为西方人死脑筋 因为东方人的眼里觉得有这么多的特征 你怎么能只抓住一个片面的杆 这一个特征就做出选择呢 而西方人也不理解东方人 西方人觉得有这么明显的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 你怎么能不遵守这个规则呢 这就是我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以及在跨文化交流当中 经常出现鸡同鸭讲的背后的缘由 因为西方人认为规则为先 东方人认为应该是相似度为先 或者说要顾全大局 在心理学家拿刚才的这个九朵花 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发现 他们认为 他们发现啊 那些亚裔美国人的背试 也就是说在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影响下长大 但是家庭给了他东方文化熏陶的这些亚裔美国人呢 他们的选择又刚好是介于亚洲人和欧美人之间的 这里面的European Americans 欧洲裔美国人指的就是 我们所谓的白人了 就发现亚裔美国人呢 他是中和了家庭和社会的影响 选第一组的和第二组的比例 大约是二分之一对二分之一 这也非常有力的说明了塑造人思维的既有社会的影响 同时呢也离不开家庭的影响 这个实验设计的非常的巧妙 而且结果非常有说服力 刚才的第三题是让大家描述这幅图上出现了什么 研究表明 大多数的西方人 或者说以欧美的这种文化和思维方式看待世界的人呢 他拿到这张图之后会说 我看到了三只鱼 他们从右往左游过去 其中一只吐着泡泡 如果再让他说 他后面会说 背景上还有水草 还有小鱼等等 而东方人拿到这样的一张图呢 他说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 我看到了一个水缸 水缸的背景是绿色的 背后有水草 有很多鱼 这些都描述完了之后 再让他说之后 他才会突出前景的内容 说三条大鱼从中间 从右往左游过去 这个描述顺序的区别 在我们做翻译的时候 是非常明显能够体现出来的 比如说我做中文和英文之间的口译 我发现讲中文的人呢 他往往会先从事情大的背景开始交代 前因后果 最后再讲最突出的这个结论 而西方人呢 喜欢先说结论 或者说先说眼前的事 最后再把背景考虑进来 这也是反映了两种思维 两种看待世界的不同的方式 刚才我给大家做的这三个小实验 不是我发明的 他们是差不多20多年前 一本书里面介绍的 这本书呢 的名字叫做思维的版图 英文是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and Why 不仅把一系列的实验 以及实验背后揭示的道理 给解释的很清楚 而且呢 还就很多心理学研究方面的 这个课题 给出了非常独到的见解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本书 写的还是非常通俗易懂的 像刚才这样的研究 除了给我们茶余饭后 带来一些谈资 或者是乐趣之外 它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有人指出 如果刚才指出的这一套区别 都是成立的 且统计上显著的 那么这其实有一个非常重大的 意义就在于 它揭示了我们传统上 做心理学研究的方法 往往是有偏差的 因为传统上呢 很多心理学家 或者是心理学者 在做实验的时候 喜欢在当地的大学生里面 招募他们的背试 然后把大学生群体 得出的结论 就放之四海 接准的 放在了整个广泛的人群当中 这里面有个心照不宣的 前提假定就是 我用的这个样本啊 它是能够符合 整个全人类的特征的 但是呢 如果上述的这些差别 如此的明显 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维 是不一样的 那就意味着 你在西方的社会环境下 招募到的志愿者 他们其实都具有 共同的偏差 用英文讲的叫做weird 五个单词 分别代表 成长于西方 受过良好教育 工业化国家 赋予的身份 或者说赋予国家 然后也是民主国家 那么 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 东方人也好 南美人也好 西方人也好 就是非洲人也好 等等 大家的思维方式和看待问题的视角 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因此在西方语境下 在大学生当中 做出来的实验 结果可能就未必能够很合理的 或者说很周全的反映 整个这个周遭的世界了 这样一来 其实也就给心理学的研究 带来了新的课题 那就是我们能否 在未来的实验设计当中 考虑到东方与西方 研究 这个 这两种人群 在看待问题上面的差别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